看看新闻网 毛鱼排话剧风华绝代的刘晓清呢 近日终于是回回到了电视影评 那最近呢刘晓清正在浙江拍摄新戏隋唐英雄的续集 都说啊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那我们记者前往剧组探班的时候 不仅呢是看到了刘晓清在剧中的新造型 而且呢还碰到了前阵子被弟弟爆料说 做人不尽人情的一个话题人物张卫健看一下 为了在线当年的风貌 整个片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我们的采访车没开几米就爆了胎 一进入宫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正在感谢的刘晓清 演的是一个突厥的公主 然后最后成了李世民的这个妃子 所以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一个角色 对于片场尘土飞扬的恶劣环境 刘晓清也是颇有为辞 这里面有这个一直在装修 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些轻度的直系玩笑传 后来就又发了 为了在各个场景穿梭 刘晓清还特意背了一双运动鞋 听说今天有场张卫健的马戏 记者一路寻找翻到后山 终于看到了策马飞奔的张卫健 今天的戏码并不轻松 张卫健从17岁就开始练习骑马 可谓是个经验丰富的骑手 不过面对如此高低不平的山路和摄像机 他的战马明显有些缺少 张卫健带着他跑了六遍才算过关 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 翻身下满了张卫健一个劲的插手 原来在拍摄过程中 张卫健一直在摸马的嘴巴 安慰他的情绪 所以沾了一手唾沫 张卫健此番在戏中一人分饰两角 扮演陈咬金父子 采访时他大方的透露 明年要完成造人计划 有机会的时候呢 我会再把我的儿子介绍给大家认识 你刚才说了我们恍惚了你的儿子 那么我们很期待小张卫健 我也很期待 不过你问我的话呢 我会可能会比较想生一个女的 今年会比较辛苦 我怕品质比较不好 所以就希望干脆安好心 把今年的戏忙完了 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 明年就 几个星期前 胞弟张卫健曾向媒体控诉哥哥张卫健 在生病期间对他不闻不问 更是拖欠了他两千万元的精致人费 在事件的风口浪尖 记者也曾到诸记片场探班 希望得到张卫健的回应 但当时他以反港处理家事 这一次被问及和弟弟之间的金钱纠葛 他表示钱不是问题 赚钱的事随时都能停下来 那至于什么时候会我会停下来 我可能我这个人是会比较 在这方面我会比较随性而放 可能我会有一天突然就觉得 我应该告诉大家 我我不再拍戏了 舆论新天地 周期采访报道 两个人都跑到 我应该拍戏了 我应该照顾个人都不动 要紧 đo 也得到不动了 感谢观看